距离2025大阪万博还有一千天 主办单位在今天公布了吉祥物的名字叫做妹妹 有传承文化脉络还有连结世界的意义 不过她的长相蛮特殊的 跟过往大家既定印象当中的可爱吉祥物不太一样 网路上还掀起了两集的评论声浪 还有网友说她长得简直就像 咒术回战跟鬼灭之刃里面的反派角色 舞台上喷出白烟一只红蓝色圆圈造型 有许多小眼睛的吉祥物粉末登场 大阪世博会的官方吉祥物终于有了名字 在大阪关系世博会倒数一千天的特别活动 官方吉祥物的绰号终于公开 具有传承语言历史文化脉络以及联系世界的意义 不过和过往大家印象中的可爱吉祥物不同 日本网友反应两极 网友留言要选出这个名字 还有设计出这个吉祥物的人出来 还有人问大阪人你们能接受吗 好像鬼灭之刃或是咒术回战里的反派角色 在此之前日本主办的世博会都推出各式各样吉祥物 例如2005年爱智县的森林小子和森林爷爷 1985年慈神县的宇宙星丸等等都为世博增添热闹气氛 这次卖卖从现身到取名子 都出现各种不同的意见 也成功炒热话题 记者石方玉林嘉宏最后报道